全台闹血荒急需大家晚袖捐熱血 一袋熱血救人一命 最近因為冷氣團來襲 再加上新冠肺炎傳播的雙重影響 血庫嚴重缺血 新北市中和同計會和中和警分局等單位 選在中和福和宮廟舉辦捐血活動 鼓勵大家一定要站出來 響應捐血活動 真的是一夜很缺血 我們邀請了陳景廷議員 以及中和分局長 以及附近的總會有七八個里的里長 一起來宣導來這邊捐血活動 中和同計會和地方機關團體等單位 辦理捐血活動已經持續十多年 充分發揮同計精神 建立立他服務 讓有血液需求的患者 能夠得到熱血醫治 而從去年到今年 天氣因素加上新冠肺炎防疫關係 時常鬧血荒 建立民眾維持每三個月的捐血習慣 既能助人也有益身體健康 有很多的一些熱心的朋友來捐血 那其實也很多人都等待太久了 那也是離開了 對那這次應該今天捐血的活動還是蠻熱烈的 那以及我們今天中和會以及那個指揮 協議保存有期限 再加上最近天氣冷心血管疾病及腸胃道出血患者增加 醫療用血需求量大增 鼓勵全民捐血增加血庫的存量 也能夠傳愛做公益 記者林立入張怡勋新北報導 西瓜甜不甜